今天做排骨年糕 先做年糕 300克糯米粉 200克粘米粉 350克温水 肉成团后再加2勺丝拉油 手上摸一点油 开始做年糕 排骨年糕的年糕是比较扁 两头圆圆的 上锅蒸20分钟 大排用刀背排葱 先简单的用葱、腌、料酒腌一下 年糕蒸好了冷却待用 锅里用油炒香葱姜 加一碗水 2勺生抽 1勺老抽 1勺蚝油 1勺辣酱油 2勺糖 少许五香饭 撈出葱姜后勾个锅圈 醬汁就做好了 做个炸糊 80克面粉 40克生粉 1勺泡大粉 3个鸡蛋 加水 搅拌到这种浓稠度 腌好的大排 裹一下面糊 又炸 2-3分钟后烙出 用这个油继续炸正好的年糕 腌圆脆就行 最后把大排复炸一下 净晃就可以 水 淋上排骨年糕姜汁 今天就复刻上海的一个静见美食 也是我之前没接触过的一个静见美食 就是排骨年糕 从年糕就开始制作 我本来对这个菜因为直接没吃过 所以有点没概念 所以看了蛮多配方 我没有什么比较的 是觉得蛮成功的 挺好吃的 那个酱汁就慢慢复合味的 就有点甜有点咸 有淡淡的一个酸味 那个上海辣酱油 挺好吃的 再吃一块年糕 年糕也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自己做 口感还可以呢 炸了之后就那个 边缘就脆脆里面的挪 好吃 好吃 老婆跟我说 这个搭配就是很复古很经典的 但是现在看的越来越少 也还是自己想试一下 自己做 给黑米一点排骨边缘 ud 小 manage 吃 鸡蛋 我头不亡 鸡蛋 吃 吃 吃